原标题 主帝和朱允文的殊值大战始于萧藩而终于静难 朱允文萧藩是朱允发动静难之意的直接导火索 也就是说 朱允文的悲剧追根究底是源于萧藩失败 纵观中国2000年封建王朝时 但凡出现地方强权威胁中央 帝王为了摆脱方王制衡 增强中央集权 大多都会选择萧藩 其中最著名的除了明朝建文帝萧藩 还有汉朝汉景帝萧藩 以及清朝康熙帝萧藩 汉景帝萧藩虽然引发了七国之乱 但它仅用三个月面消灭了叛奥七国 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 康熙帝萧藩虽然导致了三藩之乱 但它也历史八年平定了三藩 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 历史上既然有这么多成功案例 为时 么朱允门萧藩偏偏会一半不定 朱允门 明太祖朱元璋之孙 义文太子朱彪之子 明朝的第二位皇帝 朱允门的特殊之处在于 他的皇帝是由于也隔背相传的 所以 他的二十几个叔叔们 成了他的天然政敌 更重要的是 鸿武年间 朱元璋为了达成上位国家 下安生民的目的 分三次分封了二十五个藩王 分别镇守全国各地 这些藩王 各个手握重兵 割据一方 父亲朱元璋在位时 他们为命是从不敢造次 但到侄子朱允门登基后 他们无疑成了王朝的最大威胁 所以 为了皇位长久 也为了江山本顾 朱允门决定肖藩 以朱允门当时面临的情况来看 肖藩肯定是没错的 但他却错在了肖藩的方法和顺序 朱允门肖藩过程中所犯的这些错误 早已注定了惨败的结局 错误一 时机不当 操之过急朱允门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一三九八年 六月三十日在南京即位 当年七月 在局势不明 登基未稳时 他就是开始大刀阔斧削藩 还曾在一个月内 连销三个藩王 实在是操之过急 计划不周 错误二 方法不当 成本太高 对于肖藩朝臣是一致支持的 但对于肖藩的方法 朝臣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当时 朱允门最宠幸的齐太和皇子成主张强力肖藩 而以前军都督辅佐段是高威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 则主张曲线肖藩 所谓曲线肖藩 就是效仿汉朝的推恩令 让朱允门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的所有子孙 而不再仅仅是敌长子一个人 而且还要施行异地分封 如此一来 藩王的势力便会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打碎虚弱 不再成为朝廷的威胁 卓敬还建议把燕王朱棣迁锋到南昌 既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又维护了殊职亲情 可谓是一举多得 其实 相较于强力肖藩 曲线肖藩更稳妥 成 本也更低 但朱允门年轻气盛 急于求成 所以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贤者 这是他最终肖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错误三 顺序不当 主次不分其太和皇子成 都是主张强力肖藩 但在具体顺序上 二人又是截然不同 朱允门登基时 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过世 皇四子朱棣是朱允门年纪最长 实力也最强的一位叔叔 朱允门肖藩 其主要目标就是燕王朱棣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齐太认为 秦贼先秦王 应该直接对燕王朱棣下手 只要朱棣被铲除 其他朱王必将束手就秦 而皇子成则认为 燕王朱棣的实力过于强大 应该从实力弱小的周王 齐王 戴王等下手 先除掉燕王朱棣的羽翼 等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将其歼灭 在萧班顺序上 朱允门再次错误地选择了皇子成的计谋 给了燕王朱棣喘息的时间 这是萧班失败 以及静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错误四 放缓至 此 炎尔道灵洪武 三十一年七月 朱允门削周王诸宿 建文元年四月 朱允门又削了其 香 带三位亲王 连续四位方王被削 朱允门的行动早已打草惊蛇 引起了朱棣的警觉 但是 建文元年五月 朱允门竟然又倾从皇子成的建议 将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了北平 藩王刘质子在京师惯例 目的就是制衡藩王 以防谋反作乱 朱棣的三个儿子 原本都在南京做人质 但朱允门为了麻痹朱棣 却将三位质子全部放孩 但实际上 朱棣早已明白 自己才是朱允门的最终目标 朱允门放孩厌翻三子的做法 只不过是掩耳盗铃 非但没有起到麻痹朱棣的作用 反而让朱棣起兵反叛更加毫无顾忌 错误五 中文清五 吴将可用 即便朱允门以上四个错误全犯 如果手下确实兵多将冠 也断然不至于惨败于藩王朱棣之手 朱元璋晚年为了防止功臣造反 也为了让朱允门顺利登基 于是大开杀戮 其中最主要的屠杀对象 就是武将 所以等到朱允门登基 面临的 就是无将可用的局面 而且 朱允门自幼接受完整的儒家教育 推崇文治天下 他即位后更加大力打压武将 重用文臣 这直接导致了人心涣散 让本来就屈指可辅的武将集团 更加丧失了战斗力 这也是朱允门萧帆失败的重中之重 宗上 汉景帝和康熙帝萧帆都成功了 唯独建文帝萧帆失败 追根究底 是他屡次犯错的必然结果 朱帝之所以能以区区压的一方土地 一敌全国兵马最终获胜登基为帝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造反成功的方王 究其原因 当然离不开朱帝本人的雄才大略 筹谋得当 但也与朱允门的接连犯错息息相关 是他将皇位拱手让给了朱帝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实录文中图片原字网络 百权归原作者所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